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让K-pop粉丝们非常兴奋的几个消息 去年10月 删掉所有IG天文 让粉丝们担心的Tayang 1月2号 在IG上传了两张照片后留言 2023 而在公开的照片中能看到 Tayang与一位神秘人物在录音室的样子 因为之前已经有消息传过 Tayang今年会与启明发表合作歌曲 而澎湯粉丝们应该能知道 这个姿势非常像启明的标志性 堂堂正正姿势 所以应该就是启明 哇塞 在我饭圈人生里 竟然能看到这两个人的合照 太激动了 真的是我家孩子K-K 好期待 真的会有什么样的作品出来呢 真的很好奇 对两个人都太有好感了 真的很期待这个组合 1月1号 在吉迪的官方YouTube频道 上传了一个影片 在影片中吉迪表示 很久没有这样与粉丝们见面了 因为想要分享金矿 以及接下来的计划 所以决定拍了影片 今年会以各种活动与大家见面的 目前也正在准备专辑 然后因为是兔年 所以GD也以兔子跳结束了影片 真的因为不知道合约是什么情况 所以有很担心 启用能这样都告诉我们 真的很幸福 为粉丝着想楼大分析 还是跟之前一样 真的很谢谢 最后的那句话太让人感动了 竟然说谢谢我们能让他过得好 这足够以后让我们能揍那些基地的脑财黑粉了 不是粉丝也是很期待基地的专辑 我相信你会回来的 这一生都会爱你的基地 Blackpink粉丝们等到花儿都谢的 吉祖solo专辑 终于要出来了 1月2号 YG娱乐声明表示 Blackpink吉祖目前正在准备solo专辑 从去年忙碌的世界巡回的时候 为了与粉丝们的约定 已经将封面拍摄都拍好了 很快就会有好消息的 哇终于 如果能好好活用音色的话 真的会超棒的 好期待 这样的话 Blackpink全员都solo出道了 在1月1号举行的SM加作演唱会的结尾 预告了SuperM的回归 而因为这个回归预告片 很多网友们就猜测 是不是会有新成员加入 因为在这个部分出现了 Shiny EXO NCT的代表色 然后这里出现了红色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们猜测 是不是同盲心意的成员 要代替Lucas加入 而在韩网引起了热议 如果真的是强民能加入就好了 超喜欢SuperM SuperM的标志本来不就是红色吗 都已经有队长了 就算不要Lucas也没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要加入现成员 只有我喜欢吗 为什么反应这么不好 强民唱歌非常厉害呀 EXO跟Shiny 不应该先发表完全体专辑 或者是缩罗专辑吗 为什么是SuperM先呢 希望能早点有官方声明 可可可 对 还没有官方声明 韩网就已经很热闹了 所以对于SuperM的预告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们下支影片